锁与钥匙的由来 原始人过着学区的生活时 为了安全 有时要推动巨石来挡住洞口 他所防备的也并不是小偷 而是野兽 私有志出现后小偷出现了 于是锁也就诞生了 远在三千多年前 中国就有了锁 不过最早的锁没有机关 只是做成老虎等凶恶动物的形状 想介意把小偷吓走 只能说是一种象征性的锁 据说鲁班是第一个给锁装上机关的人 从出土文物及文字记载 所反映的情况看 古代的锁是靠两片板状弹簧的弹力工作 直到现在 这种弹簧仍在应用 在国外 古希腊人虽然曾发现了一种极为可靠的锁 但因钥匙较大 要扛在肩上 很难在一般家庭中普及 古代印度人 则制成了另一种鸟形的弥锁 钥匙孔 藏在可以抖动的翅膀里 现代锁的兴起 首先是由18世纪英国人发明了 汉扫锁 我们目前广泛使用的担子锁 是美国人小尼鲁斯·耶鲁 于1860年发明的 而钥匙的发明比锁要晚些 古代的埃及人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钥匙的人 他们的锁是把一条木质门栓 插入一个槽中 槽钩顶部有一个木质栓 门栓插入槽钩后 木质栓便会插入门栓的孔 这样一来 门栓便很牢固 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 由于埃及人的锁 只能用在有门栓的那一面 不利于灵活的开与关 于是 希腊人在此基础上 又研究出一种 可以从另一面打开的锁 希腊人所制的钥匙 是一根弯曲的木棒 形状和大小 很像农夫用的小镰刀 但是也有一些钥匙 长达三尺 必须扛在肩上才能搬动 相当沉重 罗马人可以说 是古代最精巧的锁匠 他们对制造钥匙的标准 相当有研究 已经懂得把钥匙末端的钉子 切割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我会把钥匙的钥匙 都在用的鞋匙 我会把钥匙上放在肩上 我会把钥匙上放在肩上